陳德烈教你中元就醬拜 Bobby立刻昂 型男陳德烈熱中料理 擅長快速上菜的他 今天特地開了直播 跟大家分享他最近研發出來的 創意料理 看他如何運用各式風味的醬料 巧妙的搭配出夏日開胃料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德烈 這個夏天到了 夏天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講 會覺得說食慾不正 那到底想要吃什麼呢 我覺得用很簡單的食材 然後做出很清爽 然後帶有一點重口味的料理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用我們的牛頭排紅蔥醬來做的 紅蔥玉米沙拉 其實是我第一次直播耶 雖然我喜歡做菜 可是一邊做菜 一邊跟人家講話 這個部分呢 我倒是比較少 我們把所有的生菜呢 切成片狀 再來還有我們的牛頭排的玉米 在挑選的過程當中很重要一點 是不是背景改良的 因為這個東西是比較健康的 再來我覺得是要選擇 牌子比較大的 因為這樣子對我們來講 是比較有保障 再來另外一個我們做的料理呢 是咖哩打泡豬 鍋子熱的時候乾鍋 把我們的豬絞肉 放下去就可以了 把我們的咖哩紫醬放下去 把我們的咖哩紫醬放下去 在熟吃的過程當中呢 關火 九層塔放下去 夏日炎炎料理 完成囉 我喜歡做菜是差不多從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很愛吃 然後非常非常的胖 那我就想說 如果我這麼愛吃 那不如我自己學著怎麼去做好了 我挑選牛頭排系列的產品 原因是因為牛頭排其實在我們台灣來講 已經是一個大家 街頭巷尾都已經耳熟能響的一個品牌 它等於是跟我們的鄰居跟我們的朋友一樣 它是值得信賴的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在醬料的選擇來講 我當然是選擇牛頭排 因為我覺得是比較安心的 早餐的時候 你可能做個簡單的荷包蛋 然後加一點點咖哩炒醬 另外呢 在用我們的法式吐司 煎香之後 再加上一點點的咖哩炒醬 然後兩個做結合 這樣子是一種另類的 我覺得很棒的早餐 另外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炒飯那是最快的 因為它只要一點點的味道 其實就夠了 紅蔥醬呢 它第一是用利用我們在地的台灣紅蔥 然後再來它的油呢 是這個芥花油 那個香氣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然後呢 它又沒有像豬油拌飯那樣子的高熱量 稀鬆平常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就可以吃到 醬料本身的好的地方 我覺得是咖哩炒醬 先用它那個油來炒一些我們的辛香料 然後再做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跟魚片 或者是比如說跟肉類做一個混合 甚至是醃製的時候 可以加一點點我們那個炒醬的油 然後再去做其他的烹調 我覺得是一罐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用途 CP值我覺得蠻高的 只要敗對醬 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出好料理 台師紅蔥醬搭上玉米粒 窈條青石 咖哩的香氣好下飯 還有濃濃異國情調 趁著中元節趕緊入手這三位 就能BOBBY 離開紅